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姚军省在大进区外世界波入球 半场结束中国队5比0东地问队 半场结束 中国又二三国家队5比0领先东地问 下半场一边再站 中国队在下半场近开出三分钟 姚军正在度位中国队扩到比分 比赛仅进行了50分钟 中国队就列上零领先东地问队 比赛已经没有任何悬念 在随后的时间中国队主教练力提助手 马达洛尼详细将张玉宁等主力球员换下 中国队也提前进入下一场比赛的备战状态 本场比赛有着国安C罗的支撑的维士豪表现出彩 一球两注攻独造三球 本场比赛大胜东地问国足不仅为中国亚运代表团 取得本叶亚运位的首场胜利 而且在几分榜方面 中国队也上升该小组的第一位 同组的另外两个对手 爱林球和许丽亚的比赛将在稍后时间进行 本场比赛虽然大胜对手 但是接下来的两个对手 许丽亚和爱林球 才是国足最终竞争对手 与许丽亚和爱林球的比赛 也将决定着国足的在小组赛的最终命运 祝国足小伙子们好运 本文来自大佬团队 创业加系授权发布 绿经编辑修改 版权为作者所有 内容仅代表作者独立宫典